欢迎您继续回来 教育部调整方针强调中小学生从实际体验中学习塑造品格掌握生活技能 让他们能够面对未来社会的挑战 未来是一个更全球化的社会 西方的教育模式会培养出怎样不同的学生呢 而国际学校的经验又有哪些是可以值得借鉴的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一起来探讨 本地目前有超过30所国际学校 新加坡学生占总人数的4% 国际学校采用国际中学毕业会考课程 列球跳脱 只追求学术成绩的框框 着重独立思考 注意身心平衡 建立团队精神 就是这所国际学校学生的价值观 除了日常提醒和课堂上的灌输 实际的体验更重要 有国际学校就认为 面对更复杂的环境和种种不确定因素 在培育出具竞争力的下一代时 不能忽略品格的塑造 学校采纳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性格培养也起着一定的影响 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科都有教师引导学生 上网搜集资料 分析研究 除了求取知识 也加深学生对他人的了解 而透过小组讨论 教师能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并适时给予协助 教育体制的完善需要广纳不同模式的优点 国立教育学院授学时就指出 学院密切联益 国际顶尽的教学机制 以及最新的教学概念和方法 中小学课程和教学的强化和调整 需要从长记忆和谨慎执行 因为培育年轻一代掌握技能 应对新时代的挑战不但兼具 而且对未来影响深远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